新聞一開始 先來關心最新的消息 通風這半個月以來 已經停電發生超過二十次 十分晚上還有三個地方 包括八個 台客和平台是最遜失電 差不多一點點之後有回合共電 當地議員就指揮說 最近停電大部分都集中在通風到外面 這感受什麼樣的問題呢 現在台電是八回公 配電的數個跟電不夠 這是兩回數 希望正在陰謀這個公法就要重點 路人民的處都按摩摩摩 只能像樓頂到七天 通風在吹五暗 如果有三個地區停電 包括八條台客平台 總共3,2805戶 自然台電說是因為電極動作 開啥跳團 嚴格沒有經停電 讓民眾這麼無奈 停了當時怎麼辦 冷氣啊什麼都沒了是不是 對啊 會熱 對啊 所以就多7分 當時客人很多嗎 那停電怎麼飯照吃 有沒有就幫我打工 台電緊急抽中差不多1點鐘後 晚上9點50會合共電 不過通知完兩度這期 在這間停電的所在 都集中在途風到外面 是不是有什麼問題 就同一天再去6點鐘 通知的古山 甚至外面付款要6千多好停電 大家的面相說 再去6點鐘 第一次停電 電來後又停到7點鐘 6點起來的時候就沒有電 可是差不多 沒多久又來了 來了就停了一下又來了 一般來說電梯給我動在那裡 那是我最害怕的 求救無門 至今報告外國 途風停差不多28點 領導規定 台電特別都說 幾三條團 希望去合到 稍微有六三個中這些理由 但說其他關係就不會有這種問題 台電在水果人緊急訂清 說配電意外跟電源不夠是兩件事 全台灣 每天都有超過兩千四百人 24點經過輪班出秀 希望美國有政治因不為公法 最近因為設備故障的問題 他也有一些是因為 之前有雷雨的關係 也有外力的關係 真的缺電 那修好之後 他就能夠恢復東邊 那哪叫缺電 他就是設備故障了嘛 台電說 電力設備因為天氣 設備為何 設備及這些原因 極限都會發生各種停電 那如果統帝區配電路刷 等於一萬兩千公里 開刷有一千一百控告條 台電會加速統帝區開刷 主動發見地 並且全民盤點 配電設備 散落的配地 也有臨力的支援規制 希望跟停電的情形 感到尚價 但是民眾真只希望 不能夠在突然間 香港沒有更停電 記者綜合部讀